FAR9 摺疊流程說明 首先將唱機拉開 可以看到這裡是我們的TOP分體 這個地方可以方便確認我們有沒有完成摺疊的程序 那麼第一步把彈夾卸下來 再來要把前面魚骨摺疊的時候 把魚骨的卡榫向外拉開 這個時候會感覺到有阻力是正常的現象 繼續用力往後拉 直到聽到CUT的聲音 這樣子代表我們把HUB固定在魚骨裡面 保持下一動作 把卡榫往前推動 魚骨就會分離 然後摺起來的時候 利用槍身上的卡榫來固定魚骨 這樣魚骨摺疊就完成了 摺疊槍托的部分 按下槍托的固定按鈕 把槍托摺疊 這樣子 魚骨跟槍托的摺疊就完成了 FAR9 展開操作說明 首先將槍托打開到固定 接著抓住魚骨 把它打開 然後讓卡榫勾住上槍身之後 把卡榫拉出來 這樣子魚骨跟槍身就完成結合 接著把彈匣插入 這時候會聽到第一個聲音是 HUB彈出來的聲音 這個時候要繼續將彈匣往裡面推 直到聽到第二次卡的聲音 才代表它完成結合 FAR556的展開和摺疊操作 與FAR9是相同的 需要注意的是彈匣的部分 因為角度的不同 所以FAR556在上彈匣的時候 需要用比較大的地道 甚至是需要把彈匣拍一下 這個在心腔上是會比較緊 這個是正常狀況 所以稍微用點力沒有關係 補充說明 從彈匣看進去 會看到一個傾斜的上彈導管 這個是FAR的系統設計的上彈導管 那麼它看起來是傾斜的 這個是正常現象 把彈匣插進去的過程中 上彈導管會自動導正 所以這個地方只需要用點力 把彈匣推進去就行了 然後我們先看 在心腔中 要更多的 對 那麼 來 你 你